為什麼現在這個 關於國產疫苗的爭議這麼多 實在是大家非常心急 當然有一部分的人覺得說 國產疫苗根本就緩不計極啦 但是呢國產疫苗要不要做 還是非做不可 但是呢現在關於這些爭議 當然這個李秉穎醫師是非常憤怒啦 他是說呢這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爭議 是不是有些人見不得 台灣的國產疫苗成功 質疑應該過這個三十年以後再買的人 這些人根本無視於台灣的這個緊急疫情 當然因為這個李秉穎醫師 他也非常的急 他本身是在指揮中心嘛 不過當然有醫生是持不同的看法 那佩菲姐你怎麼看 最近的這種紛亂 關於國產疫苗的爭議 其實我覺得台灣這一次 那個疫苗來得慢 其實不是台灣的問題 是全世界的問題 還記不記得當初那個川普 雖然美國那個疫情情況非常惡劣 但是川普那個時候就先丟下錢去 他拿了大概上百億的美金 每一家藥廠大概給十億美金 所以讓他們去研究 唯一沒拿錢的就是輝瑞 那所以問題是到今天你看莫德納也好 嬌生也好 他通常都是在美國 然後來全世界來賣 但是只有輝瑞 就是那個BNT 他可以透過他的代理商 比如說在大中華地區就是復必泰 大中華以外就是輝瑞 那所以當初其實我覺得台灣倒不能怪 真的不能怪台灣 因為事實上這些國家 他還沒有等到他們有第三期 就已經砸下錢去 去預定然後去投資 所以當這個疫苗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率先拿到 那台灣是後面再去談 所以會比較吃虧 但是事實上你說就算那些少少的國家去買之外 全世界覺得這個是不公平的 因為包括那個世衛的秘書長譚德塞都說 他說你知道嗎 全世界所有的75%的疫苗 都掌控在十個國家的手上 那這些國家拿了一大堆 其實自己也用不完 也超過他自己的人口數 他說其實那是不道德的 可是問題是這些國家他用錢去掌控 所以台灣今天就是說稍微滿一步 但是我覺得台灣就是說 因為我們也有這個國產的疫苗要在做 那其實這些人就算他們真的去批判也好 可是沒有人能否定 台灣應該培植自己的疫苗 因為你知道如果說像所有的全世界的醫療人士都說 未來這個肺炎會變成一個流行感冒一樣的 就是疫苗流行每年都會來一次 那台灣不可能每年去求爺爺告奶奶 一定要有自己的疫苗 就像我們現在有流感疫苗 我們自己可以做一樣 所以我覺得你就算今天氣急敗壞 說每天死那麼多人 所以我需要疫苗 然後要給我疫苗之類的 然後所以就變成兩種人 有一種人就是說 台灣已經水深火熱 你們這群人還去鬧 還去每天去逼說要這個疫苗 台灣不是不去找 他只是說現在就是說雙管齊下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感覺上為什麼這些有一些 一些一般的老百姓不是這些人 會覺得說好像你沒有很積極的去找疫苗 那事實上會感覺就是說 好像我們只是為了維護我們自己的國產疫苗 其實完全不是那回事 那國產疫苗也是在趕工之中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政府沒有講得很清楚 特別是陳時中好像覺得說那些疫苗都不重要 少少的來就好了 一般的老百姓就會有個錯覺 錯覺就是說你好像排斥所有的疫苗 只要等國產疫苗 那國產疫苗還有兩個月 所以現在就有很多人 包括館長罵粗話之類的 就是說你今天心急如焚 大家都知道 可是你要知道這種東西 不是說今天陳時中說 我要疫苗疫苗就來 不是這樣的 然後所以你看就算COVAX在分配的話 他也是按照分配 那你說拜登他說他拿六千億 八六千萬八千萬出來 也是交給COVAX去分配 而不是說你今天要就有 可是我覺得今天就是說 一般的老百姓有個錯覺 就是說好像我們什麼都不要 就是要等國產疫苗 我覺得這個只要講清楚 但是問題是好像沒有講清楚 那我覺得指揮中心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當郭台銘也好 當佛光山也好 說他們要進口的時候 你就在這個時候很快的去跟國產疫苗去簽約 而且就是說各要了五百萬 然後還有就是說口頭的還有另外五百萬加購 讓人家的感覺就是說 你要用國產疫苗來取代這個 這是唯一的缺點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人開始在那邊批判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這個指揮中心背了黑鍋 但是我覺得最倒楣的就是蔡英文總統 因為他要概括承受 因為他就是國家領導人 那你說像包括很多民進黨的人也出來講 比如說包括呂秀年 他就說你這樣幹的話要去見爺羅王 爺羅王會找你算帳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感覺上就是說要講清楚 但是我是覺得呂秀年有一句話我比較同意 他就說這個民進黨的 他講的蠻過分的 他說民進黨的民代也好 民嘴也好 不要再去這個護航 不要再去護航這個民進黨 其實你說如果你不去護航的話 那誰要護航 我覺得他這個話當然是有點過分 可是問題就是說 當你護航的時候 我覺得我基本上會不贊成他們去抹黑BNT 我覺得去抹黑說他到大陸去分裝 這個什麼加工之類的 這個我覺得是不對的啦 可是我覺得這一場疫苗之亂 很快應該會有一個結束 那你說今天政府態度有改變 那個像郭台銘今天中午去送件 佛光山那個也跟那個指揮中心有聯絡上 如果他們的文件都合法的話 我相信政府不會去打他們 然後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在這個時候 來讓政府已經 你知道疫情已經很辛苦 每天有那麼多人 然後也有死亡的人那麼多 已經壓力已經夠大 不要再給他們添加壓力去添亂 這個是我的看法 我們從一個從學術的角度來看 之前拜那個川普在扶植這個疫苗 在開發的時候 他花了非常多錢嘛 結果你知道嗎 那個因為他也知道 如果這疫苗 趕快在他總統大選之前出來的話 哇他這個總統大選應該 他如果可以在他總統大選之前 他可以解決掉COVID-19的話 他一定會當選嘛 所以他非常非常急嘛 可是那時候輝瑞只做完第二期 那時候川普就有壓著他們說 叫FDA說放行 讓他趕快就是拿到EUA 然後讓他趕快來打來打來打 可是FDA的那些專業的學者們 他們有風鼓啊 他們就是不肯啊 他們說我們按照規定來 就是要三期做到一半的時候 才可以做EUA 你沒有什麼他們還是不肯 所以最後就是照著規矩走 現在換到我們國內 現在反對人就是講這句話 你有沒有風鼓啊 他說總統不應該在 我們都知道嘛 我們在二期是所謂的雙盲實驗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打的什麼東西嘛 你為什麼可以在這麼早 就在國安會議說 我們七月就可以打到國產的疫苗 你這樣講是你看過Data的嗎 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你要壓著我們的食藥署 那些審查的委員 你就是要讓他過 你就是要想辦法讓他過 對我們來講 就是對一些專業的學者來講 他們就是感受不好嘛 可是如果我站在總統 如果我今天真的不小心 有一天當了台灣的總統 我搞不好講一樣的話 當然很亂 我要安定民心啊 現在很亂 我要安定民心啊 所以我才說國不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嘛 至於你說這個疫苗 為什麼就好像剛才說人姐講的嘛 你為什麼一開始的時候 不管是其他 其他比如說是國民黨的一些縣市長 一直跟你講說什麼 趕快去跟國外買疫苗啊 那個上海那個也沒關係啊 人家那個是德國有進口的 怎麼好像就是中央指揮中心的態度 給人家的感覺是在擋的感覺 就是好像設了一大堆限制 就跟你說這個不可能 那個不可能 不可能 結果後來壓力排山倒海來的時候 又開始說這個也可以 那個也可以 大家有能力 大家一起都進來嘛 你為什麼一開始要給人家那種錯覺 說好像我就是不歡迎外國的疫苗 我我就是要再等這個國外疫苗 你給人家這個錯覺嘛 人家當然會覺得有貓膩 加上你那個又股票給人家狂漲 如果你有給人家這種錯覺 股票又狂跌 人家當然不會覺得怪怪的嘛 就是種種的巧合搞在一起嘛 我相信沒有人要害臺灣的啦 對